來吧 看的到嗎 世界副本 世界副本目前它主要是裡面可以自由的PK啦 反正就是PVEK跟PVP都可以 然後它基本上裡面主要是每週五 早上四點會結算你們血蒙的前三十名最高戰力 到伺服器的血蒙排名去分組進行跨埔戰 分別進入到不同的跨埔副本 然後它比賽時間是每個禮拜的 禮拜天晚上九點半開打 那基本上你們稍微看一下 特別有寫 世界副本每天開啟時每個禮拜天晚上九點三十分 然後選定公會的那個戰力評分表 是每週五的早上四點 然後分為兩個賽區 第一個是特里尼提聯盟賽區 它是屬於高戰區 就是它是各伺服器的佼佼者 就是前三名公會會分到這一區 然後各伺服器的四到六名的公會會分到第二區 所以這邊是一線戰力的二線戰力 你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看一下這個公會戰力整體排名 我們看全伺服器 公會等級我們應該不是最高 我們六十名 可是它是以戰鬥力評比的 我們公會戰鬥力在這邊 一百五十六萬 伺服器的戰鬥力排名是第一名 我們是服內第一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被分配到第一戰區的就是這三個 這兩個都是敵人 這兩個是在我們這邊 服內是敵對第一盟的 然後這是我們自己 等於說這次上去的話就是遇到兩個敵盟 等一下會看一下會對到誰 基本上現在跨服戰的地圖很簡單 小小的一個 它裡面總共有三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會有那個中繼Boss 你的血盟只要是擊殺中繼Boss之後 你的血盟就會全員都有標記 會有一個稱號 然後你就可以晉級為下一個第階段的松子隊伍 那基本上每一個賽區 分成三個頻道 一二三頻道 那每個頻道它都有它各自的分組 所以你看嘛 我們第一賽區特里尼賽區 我們這邊又分為一二三頻道 然後一二三頻道的時候 會各自進入各自的世界復本 然後打完之後 每一個頻道裡面 擊殺到尾王的那個顯蒙 就會進入到第二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它就是 全部第一階段的人結束的獲勝者 會全部變成一個頻道 打第二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打完之後 第三階段就是由第二階段獲勝的工會 最後再晉級 其實這次比什麼 比尾王 老闆就是你工會只要有人尾到王 你就可以晉級 所以這遊戲就是看等一下誰尾王 誰能夠把王佔領下來 不讓敵人進來 這是等一下的重點 那至於打起來會變怎樣 我們等一下再看啊 沒有人知道 準備開戰 開飛啦 這邊怪物都是紅字耶 跟敵人高耶 看到了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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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邊是不是 哇 你看這個 一堆人飛 好帥喔 欸 這王很強欸 我看打不到欸 哇操 我們覺得D就在打成這樣子 後面應該打不死 打他狂miss欸 命中270欸 他那個王啊 其實我講真的就是 四個點的王強度不一樣 你可以去依照他的名字啊 像有什麼莫內加里拉貝蒂拉 他每個王的章節不同啊 那我覺得就是依照主線章節的強度去區分 像我們現在打的是最爛的嘛 還是什麼 瑞拉德 這是最弱的 死 欸 那個突擊蓋幫 你們等一下會被傳走欸 所以我們要趕快去打下一個 不然你們等一下會被傳走 他們已經去第二階段打了 他們去裡面跟別伏的尻了 越打我們人會越少 我們等一下去測試莫內加里拉 感覺他會比較好打 他不會召喚 可是我覺得背地比較煩欸 背地會召喚又把人拉過去 我們下次要反著打 先打強的 因為後面越打人越少 沒有難斷 因為我們這一區高站比較少 高站都分到別區了 可是如果我們打完這隻王進擊的話 就遇到高站 欸 爆走了 欸 進入了他狂暴囉 第二階段囉 這王到底是要死了沒啊 欸 我們要進去了 我們要進去了 我們要升天了 準備升天 升天啦 格羅亞是不是 格羅亞 左下是不是 左下講那個 來了 雜魚軍團駕到 等一下是有敵人嗎 還是你們只是在吃王而已 其他的還沒進來喔 格羅亞 這個小怪愛迪也太紅了吧 快要噴血了欸 哇 這個店有點帥欸 以目前我們的戰力水平可能要合作啦 我覺得這大家合作吧 哇 這個王推不掉啊 我們先推一推 至少有血蒙可以拿到金裝吧 自己才拿到不重要 反正打一打 大家有人拿金裝大家開心啊 他們一直有人來看欸 小呂布來囉 我看到小呂布系列囉 他們在集結囉 誰就說 開戰開戰開戰 小猛死了小莫死了小莫死小莫死 小女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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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開打開打開打 我都開無敵了 還暈得到我 我死了 秒殺 我們是不是飛很多啊 他們壓進來了 王現在放掉了 王被拉斷了 其實我們就打架就好了 都不要拿 都不要拿 小呂布 小呂布飛 死 這個超級軟 他們不打 拉斷他們就不打了 我們去撞他們啊 撞他們啊 反正都不要吃啊 大家都不要吃 都飛了 都飛了 我們去守格羅亞 格羅亞感覺最弱 軟月交 軟月交 綁到 死 奧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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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他們飛了 他們飛了 叫飛了 好啦 吃王 吃王 吃王了 我們其實不能冠王 我們剛好試著冠王 但是敵人會來鬧啊 應該說 台版目前的強度 還不足以讓我們扛著王 去跟人家打架 韓版他們這個很晚開 我們是很早開的 他們是大概戰力平均已經 四萬五萬才開的地圖 所以他們實力夠 可是他們就算五萬戰力打這些王 也要打很久 那我們現在平均三萬到四萬的 進程啊 你要扛著王去跟別人打架是很難的 尤其是對上那種戰力五萬的血龍 對啊 他們沒有要吃王 他們其實沒有要吃王 他們只是跟我們很好 反正我們今天第一個禮拜算是嘗試啊 也沒有說特別要吃掉第三階 就算我們進到第三階 那個巨龍也打不死 好 測測測 好啦 我們今天兩個小時挑戰跨補副本 裡面主要是可以體驗那個打架樂趣啊 但我們現在戰力還不足以快速的把王推掉 平均戰力還不太夠 所以只要有人來亂啊 我們那個王就吃不掉了 那我們之後再看一下 我抓可能要一個月後會比較好打這個王 現在目前我們看裡面的怪物啊 全都是高階怪 紅色的 不要說卡王了 一般的中後排連小怪都卡不住 很難打 好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先休息啦 感謝你們收看 奧丁100日 別忘了去領100日的獎勵喔 大家掰掰啦 改天見 掰掰